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桑花星頻道 那麼今天嘛,為大家帶來全新免費夢魘級卡片下游捷的分析 這張卡片我認為是目前蠻強的免費木隊隊長 那作為隊員的部分,其實刷一張就很可以了 那接著我們就來為大家帶來更多詳細的分析 首先我們為大家帶來他作為隊員的分析 首先他最有價值來自於他可以常駐增傷 他每擊斃一個敵人就可以提升自身倍率 最多擊斃4個敵人可以提升自身5倍的界王拳 他這個界王拳他是一個常駐增傷 並不會被附加效果消除影響 可以說是目前最高等級的常駐增傷了 那並且他這個自身界王拳還可以搭配他的技能 最高是能夠到40倍以上的自身界王拳 所以這張卡片當隊員呢 他是兼具爆發以及解盾的非常強力的隊員 所以強烈建議大家真的一定要入手一張 不然真的會後悔 這邊我們也進階測試了下游捷的主動技能 可以發現到兩張不同的下游捷開不同的技能 他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在左上方最多是可以佔兩格的增傷效果 但如果說你不同的下游捷開相同技能的話 則會互相衝突 只有第一個開技能的下游捷有吃到增傷的效果 值得額外一提的是 這兩張下游捷都可以吃到隊伍技能自身 最多5倍界王拳的常駐增傷喔 接下來我們來談他作為隊長的部分 在隊長限制上面 隊伍中只能帶詛咒師跟咒靈 或者是目屬性成員 基本上可以把他視為是一個純目的全新免費隊長 那在達成隊長技能的最大倍率也相當簡單喔 只要消除水、火、木、啟動一種珠子 就可以讓全隊額外3.5倍的增傷了 那麼接下來來談一下下游捷隊伍技能要注意的事情 首先他讓整版兼具木珠 所以你消越多主術的珠子 他的傷害就會是越高 再第二個 如果你遇到淨消火的敵方技能 會讓整隊消兩倍額外的增傷 最後如果你同時消除水、火、木 不僅限於首消 天降也行 只要消到這三種珠子 就可以讓整隊有一個擋死的隊伍技能 但是這個擋死會受到敵方無視減傷的影響 所以這隊他本身就會天降水、火、木了 那你就可以無限的去擋死 所以這隊其實最怕的就是無視減傷的敵方技能 或者是一些禁消水、火、木的敵方技能 如果沒有上術的一個敵方技能 他基本上可以做到無限擋死的操作 那麼接著為大家帶來下游捷的主隊牛棚推薦 首先他的隊長技能是可以讓他帶詛咒師系列的 那詛咒師其實出的卡片不多 只有畫面中的這些 那這些其實跟這隊的象性都沒有很搭 因為我們看兩面術挪 他最主要的功用就是拿來擋死 不過這隊本身就有內建無限擋死了 所以也不太希望用到這張 那再來肉狐 他就主要是可以轉火更新 還有控場 那這張的話也是石化敵人 所以除非你今天要控場 或者是打出指定的屬性攻擊 才會考慮帶這些 不然基本上還是以這個全木配置為主 那其實全木的牛棚就蠻廣的 我們以常駐增傷來講 就有這些好用的隊員 那這張的話可以常駐增傷 還可以無視拼圖盾 那這張則是可以常駐增傷 那除此之外還可以拿來回血 那這張的話也蠻適合這隊的 因為這隊會天降大量的木珠 可以讓這個鐵扇打出最大的一個追擊傷害 那這張他最重要的是可以拿來解鎖 還可以追打無鼠 甚至他本身還可以讓全木配置進場 直接CD-2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個隊員 好那在美姐的部分 解盾能力 除了劍王拳之外 還有一堆解盾 如果你要撐血量的話 這邊有一些配置 像龍捲姐妹的話 就可以拿來撐血量 野扇跟牛魔王也可以撐 再來是紫龍 跟童虎 那這張狼結比較特別 要是全木人才可以讓狼結自身 有生命力加成 然後接下來談更多的解盾能力 那達哥就不多說了嘛 這個解盾能力有很多 可以自行選擇 那這張可以解中毒盾 這張可以藏住牌珠 這張可以無視碎裂 那這張的話 則是可以無視攻擊前 跟反手消 還有一消 這張我覺得很強 那他是可以附加效果消除 一進場就可以直接附加效果消除了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附加效果消除 除了可以用這一張或這一張都行 解鎖可以用這一張跟這一張 那再來 如果你要解灼熱地形 可以帶主角系列 那你也可以帶這張來去做增傷 以及控場的效果 最後如果你要解無數極盾 也可以帶這一張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關於下游結的主隊分析啦 如果大家還喜歡看到這種全字幕的金字影片 不要忘了給影片按個喜歡 讓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更有動力製作瑞士的影片給大家 也不要忘了按下你的對按鈕 我們現在再來充40萬的訂閱 謝謝大家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好